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优酷发布了新的剧集材料 包括首支预告片的《安乐传奇》和削减了级数的《龙岳于尽》 这段时间在优酷平台播出的多部剧集产生了异常优质的数据 随着沉香如蟹和《冰雨与火》的播出 大家对后续即将登陆优酷平台的作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大家认为,平台在选剧方面还是有高度选择性的 因为这两部剧可能被认为是过去一段时间内比较火的影视剧 据悉,下周优酷将有三部新剧上线,并会提供最新资料 即将在优酷热播的《安乐传奇》《龙岳于尽》《偷偷摸摸》等作品也是值得期待的作品 这三部剧都非常受欢迎 自开拍以来,它们的热度一直很高 路透社的一些曝光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赵露丝和陈哲原主演的《不能躲在秘密》改编自一部知名小说 是其中的改编作品之一 自从决定重播节目以来,该剧一直没有中断 做出决定后,大家质疑演员扮演小说中的角色是否合适 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大家都担心,因为这部作品的原著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很多著名的序列将无法重现 之前拍过的剧组,到了拍摄地 又因为和当地孩子发生了一些分歧和冲突,又卷入了一个问题 不过,剧方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并发表了声明 现在可能会被视为关闭 尽管该节目的制作已经开始,但演员阵容尚未确定 优酷将在其平台上对该节目的阵容做出官方声明 虽然看过不少路透社,但发现很多书友对这部剧的期望还不是特别高 不知道后续的拍摄会对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迪丽热巴和龚俊的《安乐传奇》定稿也有一段时间了 网上有消息称,优酷平台即将发布该剧的首支预告片 两人的合作其实是万众期待的 而且自从电影拍完之后,大家能看到的材料就只有几张宣传海报或者单张或组合的宣传照 目前,龚俊也在为即将开拍的电视剧做准备 除了他和杨幂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的拍摄 最近路透社对龚俊病情的报道也非常正面 另一部计划中的古装剧名为《狐妖小红娘》 可以说,从主角到配角的美女阵容都很齐全 而且这部剧的妆容本身也是极其特别的 除了上述两部剧外,由白鹿和罗芸汐主演的《龙月余靖》也是优酷平台的新内容之一 这部剧可以说是三部剧中最早的一部 因为白鹿和罗芸汐都出演过 在这部剧中,双方都有合作的努力 整个拍摄过程中包含了大量的短集 但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因为剧中的人物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感情 网上流传的传闻,这部剧的集数可能会 从原定的40集缩减到34集 最新材料将很快更新 综上所述,即将登陆优酷平台的三部剧 大家都非常期待,而且大量的素材也将一起出炉 对于剧迷来说,这一定是最幸福的事情了 我很期待和大家一起观看这三部作品 也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能出版更多这样高质量的作品 此时,跨平台的竞争异常激烈 因此,质量是获得正面口碑的秘密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入嘱门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quement第二点